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在 天地捷手遊的微信官方的 一個情報 釋出一個協力技能的新特效 是研發大佬用竿換來的 好那 這次協力技能呢就是我們上一次有 有分享的影片也沒有提到 好那我們看一下 先介紹一下協力技能的施放機制 紫色的這個地方呢就是 當兩個角色可以施展 協力技的話 然後 在他的範圍會有紫色格子 應該是這麼說啦就是可以施展協力技的 的隊友 他的周圍會有紫色的 格子 好那我們第一名 原作裡人氣TOP的夏侯儀 即善用火器作法遇敵 協力技能 是粉火增嚴 攻擊當一個敵人造成一定傷害 在戰鬥結束後 自動開啟炎獄空間 能夠在進入戰鬥前 將友方屬性 轉為炎屬性 讓本處於被克制方的友方 瞬間翻身做主人 借九天作火之力 將敵軍殲滅 好 因為原本是冰屬性嘛 然後 假設敵人也是 這個示範是怪怪的 怎麼用火然後 喔他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那敵方變 火屬性的 那這時候冰尼是冰嘛 所以剛好就可以克到了 好 再來 燕明龍 所以我們上次那個神秘的角色就是燕明龍 確定是燕明龍 沒錯喔 因為我們那時候看那個土啊 矮小的身材然後跟那個地 草精嘛 好這個草精 也就是燕明龍沒錯喔 好 古靈精怪的小胡燕明龍 不僅 時常在其言語中語出技能 在戰場上也經常不按牌禮出牌 協定技能 銀狐獵生 自身先主動攻擊以免敵人 且提高自身暴擊機率 在戰鬥後自動開啟獵殺之卷 只要友方主動攻擊自身附近的敵人 那我們在雙方戰鬥後 燕明龍會進行補刀 立刻再對敵人造成疑似傷害 然後再來最後補刀 這補刀劍還蠻帥的 而且是提高暴擊 暴擊率的意思 看起來是有提高暴擊 好 再來是 古倫德 一竿長槍技破軍取手機 蕭勇上戰的古倫德 在戰場上勇猛無比 並且還能堅固 到隊友的安危 斜力技 灌爪 灌甲 斜破 古倫德在進入戰鬥前 將自己的長矛 朝著敵人刺去 將自己的長矛朝著 有點錯了 穿破敵人的防線 對敵人造成 食慾的效果 使敵方的物防 呈百分比的形勢下降 不愧是團隊中 最倚仗的老哥 古壯士 良將也 食慾是 使物防呈百分比的形勢下降 可是這個 百分比形勢是 降多少 沒有寫 反正可以降人家的物防 就對了 好再來 白碗 同樣稱為神雀弓死壁的白碗 他靠手中 仙場的長敵御敵 斜滴氣 血刃 血童 在進入戰鬥前 銜劍的白碗用英慾來 對友方進行鼓舞 使友方物攻 法攻按 百分比得到提升 進一步強化 己方陣營的爆發傷害 少俠們 想一想 在戰場上有漂亮的小姊姊給你打氣 戰鬥力能不爆表嗎 好看一下 OK就是血刃之鬥的概念 然後直接 攻擊敵人 先附加攻擊狀態而已 這個好處也很多啦 就是 邪力技的東西就是 不曉得發動技能是不是一定要 都沒有動過 看起來可以不用 這個意思是說 假設邪力技能發動角色的人 他已經行動過了 也攻擊過了 然後這個時候再換另外一個主角 站在這個格子裡面 再去打敵人 會觸發嗎 應該是會 一把 如果會流的話 那這樣子攻擊 應該說攻擊的 的 的次數又變多了 好再來是 珠環 手持巨大鐵扇 作戰的神雀弓 石壁珠環 在進攻方面 與白碗截然不同 他進攻方式猛烈 且遭遭都噴上著火焰氣息 他的被動技能 負力脅迫 能很好的克制到 敵方一些高傷害的角色 在進入戰鬥之前 珠環抓住 時機 向敵人先直出他的鐵扇 讓對方進入 疲弱狀態 可以令敵方的普攻 法攻按百分比減少 這個效果實在太實用了 鐵扇藍無 不會是珠環 OK這個效果通常就是 你確定打不死 沒辦法一擊必殺 打死敵人 你就可以用珠環的協力技 這樣你被打也不會這麼痛 然後再依那個 玉池良的特殊技能 就是追擊 打完一次之後 然後敵方物攻 普攻法攻 減少 你被打不會痛 然後再追擊 就有機會把敵人打死 大概是這種概念 寒千秀 寒門飛刀絕學 傳人寒千秀 天之過人武力高超 手中的寒四刀人能夠 隔空取敵手機 為人戰役的寒女俠 時刻都會心細的 隊友的安危 協力技能 錯誤脅迫 能夠在 有方進入戰鬥之前 降低敵方的誤攻 提升有方的存活率 寒女俠 果真狹義之勢啊 有方進入戰鬥 這一樣是降低敵方物攻 百分比多少都不知道 然後看被打 然後再靠追擊 對這個跟剛才的 珠環的效果 是一樣的 不過珠環是可以 普攻跟法攻 普攻跟法攻 普攻 是物攻還是 應該是物攻啦 這應該是寫物攻 因為這邊是寫物攻 那這樣的寒清秀是有點差了 只有降低敵方的物攻 好 再來 第七個 幻境榮耀 在原作裡 幻境榮耀是一個 殺人魯瑪的反派 可誰也沒想到 小小的反派 在戰場上竟有大 作用 協力技 地獄協同 在進入戰鬥之前 能夠為有方提升物防 增加有方的坦度 但敵人又有腦又恨 因此可見 小小的榮耀還是很有防身精神 喔 這個還不錯喔 增加物防嘛 然後一樣 這種招式放在 玉池娘身上最好 因為有追擊效果 燕明 那個誰 青羅是不是好像也有 這個追擊效果 還是反擊 有點忘記了 太久了 放在玉池娘身上很好 因為你看 增加我的物防 即使沒有降低敵方的補攻 我還是可以坦住攻擊 喔 好 那這次是協力技的一些展示 各位少俠是不是已經看眼花了呢 當然以上這些技能 只是測試版本 不會代表最終上限的內容喔 天地劫所有團隊還在不斷發掘更多玩法 少俠們可以提出建議喔 當然各位少俠想知道更多的爆料 就在 評論區 有一點喔 欸 師妹不是說好今天是我的專長嗎 好 總之呢就是 協力技的部分啊 其實在之前應該就 就展示過了 只是說 呃 那時候我還沒有玩到有協力技的部分 我不曉得 不曉得等級還沒有 開到那個地方 還是說是後來才加的 這個有點不確定了 不過從資料看起來呢 如果是協力技的 施放的 隊友 如果他行動過後 還能 繼續動作的話 我覺得 欸這個 協力技非常實用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希望我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個就是我IG FB和Twitch 謝謝大家今天這集的收看 掰掰